9号请上台 你们看我是不是长得很特别啊 我的名字叫做艾梅 我是从ABC飘洋过海的芒果树 后商故人的土芒果树们 对这位远方来的朋友感到十分的好奇 你可以听见他们正在窃窃训地讨论着 那位南洋来的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啊 一株土贝特的芒果树 用沙哑的声音说着 不知道会长出什么样的芒果 暧昧芒果树把头抬得高高的 焦的形象 这些涂里涂去的土芒果们 只能长出频繁的果实 我是这么聪明又宇宙不同的芒果树 我一定要结出不一样的芒果 让主人一记这些兔包什么的 他吃一记 又到了芒果市场的季节 土芒果树就和以前一样 结出一颗颗小小的土芒果 那么暧昧芒果树到底结出什么样的芒果 帮了飞家人看到成熟的果实时 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天哪 果树竟然长出了三种不同形状的芒果 你看是矮芯形状的芒果 还有金黄色的圆豹芒果 以及刻有复制的芒果 简直是太神奇了 农夫的女儿说 我要把新型芒果送给老师 老师一定会喜欢我 农夫的儿子说 我要拿可有复制的芒果献给上师 这样升官才有机会 农夫的太太说 我要拿元宝芒果来拜拜 祈求生命是给我健康 农夫者喜初往外地说 终于要发财了 但后山古人的土芒果树都被伤了起来 然而 几点后 事情有了变化 老师说 小芳啊 你送给我的那个芒果外形好漂亮啊 好可惜 不这么好吃 公司老板跟老夫的儿子说 你送给我的那些芒果外形好奇特啊 但吃起来并不如一起 老夫的太太赶紧把工作上的芒果拿下来 她家一吃 哇 怎么这么酸又瘦 真是重看不重吃啊 暧昧芒果树只好被主人砍了 其他的果树看了都感叹不已 我认为虽然有美丽的外形很吸引人 但毕竟是果树 结出多汁新甜的果肉来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们 若人要实施斋斋 先讲球内斋 内外兼固 才是真正好 好 谢谢大家 时间三分二十二秒 好